大家好,我是萨姐 今天用直接法来做一款肉松面包 不需要提前做好面肿 做出来的面包隔屏多可见的松软 内馅加着紫菜肉松,不是一般的好吃 配方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先来制作一个基础的面团 将除了黄油之外所有的材料依次倒入搅拌盆里 牛奶的用量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情况进行调整 不要一次性全部倒入 揉面过程中如果面团太湿 加少量的面粉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揉到可以拉出这样的粗膜 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继续搅拌 拉出轻薄的膜,捅破的话冻的边缘也是光滑的 碗里喷点油防粘 把面团整理好,表面做到光滑,不粘手 温暖的环境下进行基础发酵 差不多两倍大 测试面团是否发酵好 手指蘸点面粉中间戳个洞 不塌陷回缩 而且洞口慢慢回拢 直接分成8份 每份大约70克 搓圆 搓圆 盖上保鲜膜,松弛15分钟 馅料部分就相当简单 把黄油彻底软化 倒入肉松和美乃滋酱 全部混合好 光滑面朝下 放入肉松和美乃滋酱 卷的时候要压紧 放入肉松和美乃滋酱 放入肉松和美乃滋酱 投为两边捏紧 以免馅料露出来 搓成一个长条 卷成一个八字 把投为面团捏紧 可以防止面团发酵后变形 分了两个烤盘桩 面团之间留足够的空间 表面喷点水 撒上白芝麻 放入35度 湿度75%左右的烤箱里 进行第二次的发酵 可以放一碗热水 或者喷点水来维持内部的湿度 发酵好的面团表面应该是很光滑 轻按表面会慢慢的回弹 表面再挤上一点日式美乃滋酱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烤箱170度烤制18-20分钟 如果好像我这样分好几层烤制 就要用风炉模式150度烤制 时间和温度请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进行调整 取出之后马上放在架子上 趁热刷上融化的黄油增加光泽 再撒点干的欧芹碎 虽然是用直接法制作的面团 但一点都不影响面包的松软 这款简单又好吃的肉松面包特别受欢迎 吃不完的面包可以放在密封盒里 希望大家在家跟着我的视频做起来 也可以发作业或者留言到视频下方 离开前大家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转发 我们下集再见